骑尺大乳,刨坟绝木乳师!这欺人的做法让人胆寒。 2018年初,那统村的村民就以这块的安葬坟山的时候,影响了他们村的风水为由,就故意破坏了这座坟山。 侮辱了尸骨,将棺材撬开了,造成了侮辱尸骨罪。 苏某说,不知道听谁说,这座坟山在这里不好,导致我们村这两年又死那么多人。 清明节即将来临,农村坟地纠纷也时有发生,如遇到纠纷时,警方建议,一是双方协调解决,二是求助当地政府以及公安机关协商解决, 三是通过法律途径进行解决,且勿因冲动而触碰法律。 文章来源,东方网。